《流浪地球》自上映以来 在全国乃至全球掀起了一股超然的中国科幻风 票房累计已经突破四十三亿 据港媒报道 郭帆导演近日在美国曼哈顿 举办见面会时谈到《流浪地球》的票房成功 称虽然影片取得成功 但主要是因为观众宽容 中国科幻电影和好莱坞仍有很大差距 他也说该片主要受众是中国观众 在北美上映不代表走出去 最后他还透露希望刘慈欣能继续授予版权 这样未来就可能推出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电影 目前影片仍在持续热映中 让我们一同助力中国科幻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